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一系列研究判定这个遗迹距今至少已经有八千年之久了 比如我们所说的上下五千年的说法来的还要更长 难道这就是史前人类的文明 这个文明的出现是不是预示着人类的历史即将要改新 这个时刻长一百一十五厘米 宽二十厘米 厚十二厘米 十万的外部刻着一个人像 人的头上顶着光芒万丈的太阳 腰的两侧又刻画着行程 这个画像透露出了原始社会人们宗教和太阳崇拜的气息 当时没有人明白这个时刻却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都在猜测这是否是古人留给后人的什么讯息 这个太阳人时刻的出现可以说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展开了一项新的历程 它的出现不仅证明了史前文明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还是我们中国挖到的历史最久远的最古老的文物 有人认为这个太阳人时刻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个噱头 原来吸引人们的目光而已 为何会有这个质疑呢 原来城背新文化并不具备城背太阳的条件 因为从出土的这么文物来看 这一代的远古人主要以渔业为主 不涉及到农作 而且太阳神崇拜在考古上并没有超过六千五百年 是从炎帝时期才开始的 对于这些人对太阳人提出的质疑并没有人给出答案 因为这个时刻距今已经有八千多年有余 谁也不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都不好妄下断言 如今这个演约透露出原始宗教 太阳崇拜庆系的太阳人时刻 已经被列为国宝级文物 就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为正处出展览之物 在上海市博会期间国家选举了八件国宝级文物进行展览 其中就有这件距今八千年的太阳人 由此可以看出这件太阳人文物被国家看得有多重 今更是被列为永久禁止出境文物